新聞媒體在現代社會擔任監察的角色 完善政府的施政 但在新聞媒體享有惡性競爭 爭奪寶貴讀者資源的時代 即使那篇新聞相當白癡甚至歪曲現實 炒作新聞 記者都要媚著良心印出來 不然就等於公司辭退吧 當然作為一個相對輕鬆的頻道 有些其中的哲學問題,我們進入耳士廳再說吧 今次我們會替那些新聞不夠狐狸吹來吹的搞笑新聞 替我都快笑到跌倒了 好,第一張圖,記者小姐 除了你之外,沒有人知道你的腳有多長 除了你有加傳護腦的長腳蟹,那就有可能了 好,下一個區道說梅基颱風 據紀錄,颱風威力數一數二,過月達到940毫米 所以記者說幾個正確 絕對不是水桶的地方裝了 好,這新聞是有關淡水渡輪的室溫問題 我合理是使用水人溫度的這些專業儀器 體溫計免許可以 但為何你是檢查自己的體溫呢? 人是行溫動物,即是體溫不會隨著溫度變化 而且體溫就會比室外溫度更高 所以測量是完全沒有可信性的 這次有關台灣新台幣改版的 分頭幣無反在國際流通,雖然不用關心這麼多 問題就是做這個東西剛剛好 將引著蔣介石和孫中山的鈔票調轉了 亦都來自我出錯 結果搞出了個孫中山孫中症 以為台灣再戒嚴的話 基本上只有二條一力的槍幣 這個真是笑死人 八千年賺三萬 是一個優秀的詐錢術 但應該歸來賠本買賣吧 不過是盟國來的電視台 這次出錯的同樣字幕 大家 NBA打死了MLB 哎 又要來三陣上籃嗎 這次字幕又出錯了 台灣字幕組扣工資 我就想問風中鹽寫是什麼 大風吹走的鹽寫 我第一次知道英文有二十四個字幕 Y和Z是不存在的 所以用自己體溫量度 渡量溫度的交換已經夠離譜了 第一個更加厲害 手機電池溫度等於室內溫度 嘩 你們家的電池不會發熱的嗎 如果這樣就給我幾個吧 免得我玩手機的時候把我的手搓熟了 事實證明台灣媒體真是很討厭柯文哲 直至將它寫成爬蟲類 人當然是用走的 好像上面那隻鹽小公子爬回去 看來在台灣媒體的眼中魔法是存在的 如果不是的話 就不會出現食條麵組收補骨頭的情況 眾所周知 台灣軍人個個都是草莓族 體格不一樣 可憐每小時跑90公里 是馬路正面跑 嘩 動什麼耳 被充速相機拍下來 字幕又再出錯 台灣字幕應該一年都吃不到雞腿 高段的高變成蛋糕的高 難道你會見到一層標準蛋糕作為計量單位 如果是真的 真的可能有三層 馬總統可以說是台灣小愛的英明領導人 我相信中央捨得感覺得 連人家看手錶也有報道 可能要回去吃中興便當 作為一個文科人 物理是一個怎樣都掌握不到的科目 但我絕對知道重力加速和重力加上速數 主持人顯然不是太接受跨性別人士 因為他的節目表示除了男性之外都是女性 原本這句話是廢話 但在跨性別人士越來越受了解當下 這樣就演變成對跨性別人士的歧視 嘩 我生了這麼久 我第一次知道可以在波面上量到波 地理路釋出他四十米大刀 作為一個備受爭議的機車師傅 他對機車的每一個動作都備受懷疑 哪怕只看一眼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本年的美國大選中 賺了個盆滿缽滿 作為美國總統他也算不錯 但也不阻止台灣媒體把它列為恐怖分子 美國總統本來都是什麼操作 最後一個大名鼎鼎 可以稱為搞著引渡色題文的教科書 引渡色題文在部分地方有效 如果不是就會變得很尷尬 好像看了一大堆都是台灣 但因為台灣媒體泛濫 臨之大堆什麼料都有 所以出現搞笑新聞機率以倍數增加 當然出現搞笑新聞不是台灣的專利 其他地方都可能出現新聞錯誤 在一起公主上的蘇頭